嗨,大家好,我是金子紅翔 那我們現在來到的地方是在哪裡呢? 華山關子 它在雲林的谷坑 那我們這邊呢,房間呢是在1號房 那這邊呢,有電梯不用擔心 對 最怕它總統就是私底的民宿就是沒有電梯的 哇,我們進來之後呢 請問這個市民可以提供嗎? 沒錯,它可以帶回家喔 可以帶回家的耶,好佛心 好貼心 對,然後它有分就是男女生的詞 就是有小朋友的嗎? 沒有,我們就是只有分男女生 分男女生 哦,男女生 哦,OK 那這邊有個桌子喔 很方便 然後這是心理價值 那請我們換一下鞋子好了 哈哈哈哈 那這邊就是木質地板 哇 有習慣就是可以換上 對,他們都是木質地板 那我們就把鞋子換到這邊 好,那進來之後呢 大家小朋友最想看的是哪個 就是冰箱 冰箱 哇,好有意料喔 是冰箱不能四瓶飲料對不對 奧利多 沒有,是八瓶 四瓶 哇,還有礦泉水 還有奧利多耶 奧利多 所以是送八瓶 哇,滿香 滿香 好,還有這邊 還有迷你一把 迷你一把 哇,華山關子 他們自己的咖啡包 還有一些小點心 對對對 好,還有四瓶礦泉水 就是要讓大家多喝水 多喝水 那我們來看一下浴室的部分 浴室的部分 浴室的部分 好,就是 哇,這邊 這個燈 這個燈就是那麼的 對 這是最亮的燈 對對對 好,這地方就是走氣氛的 對 而且我覺得很棒的是 這邊有雙洗手台 哇,雙洗手台耶 所以這個是四人房 所以它有雙洗手台 沒有錯 每間房都是有一個洗手台 哇 好棒啊,好貼心 而且有洗手乳耶 對,貼心的 然後背皮在那邊 對,沒錯 好,然後基本的就是 浴巾毛巾部分 是會有的 好,那吹風機的部分 是在這邊喔 對 然後這邊 然後這邊就是會有 免字馬桶 免字馬桶 耶,很棒 這邊就是走向 清水魔 清水魔人 清水魔建築 對 對 好,下來看 哇 哇 這間呢 就是跟大家講一下 這一間是三一號房 它就是 這個叫做景觀 觀景豪華套房 觀景豪華套房 對 然後這一間呢 301跟311對不對 以前以後就是 這是什麼 這兩側 這樓形的落地窗 哇 或是有兩側的 兩側都可以 兩側的 都可以觀景 這個景觀 是非常非常最好的 然後呢 這裡就是 他們這個三一號房 是15坪大 15坪大 15坪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請問這個床的尺寸是 幾寸的話 都是雙流床 它都是兩大床 我覺得這樣是蠻大的 對啊 兩大床 應該有快180X200了吧 應該差不多 6X6.2 對,比較大的喔 因為大家其實 你可以教大家 就是枕頭 你可以去看看兩個枕頭 如果剛剛好的話 就是標準的一般大小 對 然後如果這個更大一點 其實大概就是 6X6.2 對 就是比標準的雙人床還大 所以它要兩張雙人加大的床 好,那我們 體驗套茶的 哇 這裡這裡 華山就是 有茶有咖啡 真的好可愛喔 這什麼 房文椅 房文椅 好貼心 好貼心喔 這桌子真的有夠長的 對啊 還有兩個椅子 這邊這邊 兩個椅子 還有什麼 化妝鏡 化妝鏡 真的好 這是為媽媽設計的 對 然後呢 就是 這是自然房屋的時候 會有四個椅子 非常的棒 如果想在這邊吃東西 我覺得它桌面是很足夠的 對啊 空間夠大 對 宵夜啊 然後這水果都是免費提供的 對,它是免費提供 哇 好棒喔 你看 啊這個多肉植物呢 沒有免費 沒有免費提供的 是裝飾 因為我現在跟那個大寶很喜歡那種多肉植物 最好來做一下好了 好這邊就是有兩顆蘋果還有兩個奇力果 接下來就來看湖外 我們的外面 哇 這個view超漂亮的 對啊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這邊前面是什麼 旁邊是什麼 哇 你看 日服 這區 這前面是我們全民林縣江南平原 哇 這邊耶 那如果就是說 空氣比較好的話 天氣雲雪的狀態下 是 完全沒有霧 它可以看到麥寮六星 哇 麥寮六星耶 這邊這邊 然後像左手邊 左手邊是梅山 嘉義 哇梅山 這邊也可以看日落 哇就是那個太平雲堤嗎 對 太平雲堤就在左邊那個方位 哇而且可以看那個 西雅 對西雅 所以正前方是雲堤 左手邊是嘉義 OK OKOK 哇他們前面好大 而且前面感覺上就是在辦婚紗喜宴的地方 婚紗對不對 是啊 對我們有在辦婚宴 哇這個早上起來 白色雕堡就是婚宴的用餐場所 你說下面那一區啊 對那個白色雕堡 對 我們俗稱叫雕堡 然後那邊的話是屬於婚宴的用餐場所 喔 了解了解 然後他們婚宴的部分就是說 對 在戶外 對 會舉辦那些 嗯 司儀那些有沒有 是 舉辦的婚禮 一些活動 對戶外活動都在那邊 草地上 這邊也有 這邊 右邊是 螢火蟲那個什麼 什麼山豬湖嗎 對對對 在後面這邊而已 螢火蟲喔 對 大家可以 這邊可以看螢火蟲 然後再上去 再上去的話就是 這邊的話是華山 大尖山 喔 華山 所以那邊是步道的地方 對 它是那邊有步道的地方 好特別喔 對 好所以住 我們可以請問一下就是像雀印的步法 這樣在另外一棟對不對 對 那邊是櫃檯 櫃檯是在另外一棟 然後住宿都是在這一棟 可是櫃檯那一棟好像也有 有 那邊的話是VR區 喔VR區 VR區 它是外面有洛宇松 但是也沒有戶外浴缸 喔 有戶外浴缸 有戶外浴缸 看不到業績 看不到業績 所以那邊是屬於走 比較低調奢華的風格 OK 所以 所以就看大家怎麼取捨 如果說你想要看夜景的部分 就會建議在這一棟 對 就是因為這棟的 叫三樓對不對 三樓 就在三樓 那Viu最好的跟你們講了 就是301跟31喔 因為雙邊喔 對 那中間的 中間那幾間坪數 好像清楚就是12坪13坪 可是 邊間301跟31的話就是 15坪 15坪 好 所以就是分成 分成那邊是VR區 VR區就等於在一樓 對 然後有一方 對 然後看夜景就在這邊 好 好 OK 那餐廳的部分也是在這邊 在樓下 對樓下一樓 一樓就是晚餐跟早餐的地方 對 好 沒問題 那我們就是 開箱到這裡 這邊喔 真的房間很大喔 很超值喔 好 OK 那我們今天分開 燈我們可以開一下下午 燈我們還沒有開完 還沒有全開喔 對 沒有全開 因為這邊 今天天氣很好 對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邊的view 哇 開起來了 開起來了 晚上應該會更有氣氛 好 OK咯 那我們分享到這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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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